大家好,我是Dee,我是一個切肉的Youtuber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的食譜 夏天會想起甚麼?想起去旅行,想起泰國 每個人都去泰國,會喝甚麼? 會喝點椰青,會喝點冬蔭功,不如做個椰青雞煲 這個椰青雞煲不單是湯,你還可以用來打火鍋 所以事不宜遲,先切雞,然後逐樣逐樣告訴你怎樣做 最重要是有一隻雞,今天拿一隻冰鮮雞 其實你可以拿一隻法國雞,急凍雞,甚麼雞都可以 但是急凍雞要預先解凍,要放在冰箱裡吹乾皮 這是重點,先切雞 雞頭雞頸是不要的 好了,現在燒紅一隻鍋,再加油 加完油就開始爆香一隻雞 爆到鑽色 其實爆香了之後,當你煮雞煲 當你煮雞煲,雞味會出一點 到時你加完菇,加完椰汁 不會只想吃到有椰香味 你一定要吃到有雞香味才行 所以通常都會先煎香 炒多一會兒之後,我會加一些椰青水 大概兩個椰青就差不多一瓶水 其實你可以買那些現成椰青水 因為有時候,我家裡沒有你這把這麼大的菜刀 那怎麼辦呢? 椰青水吧 沒事的,都是椰青而已 好啊 好啊 塗完一瓶水 好啊 那你沒理由浪費了 反正你都煮的 那你當然要用完全部精華 我們加了一些香茅 藍薑 其實藍薑加一個 差不多了 一粒仔的藍薑就夠了 檸檬葉 然後再加雞湯 都是一瓶 總共是一瓶加一瓶 到最後煮滾的時候 大概只剩一瓶多一點 其實就剛剛好 已經是可以做到計煮 那我們現在就大火煮起去 現在就煮滾了 就收回去做細火 接著就蓋蓋蓋 大概煮10-20分鐘 看看你家裡究竟是用名房 電鍋 電鍋就更長時間 明火就快 還要看你的火力 那你用什麼火力的爐 就會導致你要煮多久 那你越煮 不是代表越煮得久就越OK 因為越煮得久 雞就越粗 雖然你喝到湯 但是你也要吃雞 對不對 現在就蓋蓋 十幾分鐘後就檢查一下 大概現在煮滾了15分鐘就OK了 要做些什麼 然後把椰漿放進去 就可以加少許魚露 再混合一混合試味 好了 那現在煮滾了 吃得 好了 泰式椰汁雞煲已經完成了 記得有些小提示 第一 煎香的雞 怎樣要煎香的雞 取代了飛水 第二 雞味就會出一點 香一點 記得看火 最後煮完之後差不多 下椰奶之後大火 要看著不要蓋蓋 否則就煮滾了 喝完碗湯 吃完雞 可以用它做什麼 打火鍋 那我們現在就打火鍋了 放飯